得了世界第一大獎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知識在哪裡 你創造新的什麼東西出來 在你這張照片的話 我覺得就可悲一點 對不對 那我今天講的大師 從莊家變成大師 莊家就是你懂得製造 藝術作品 懂得製造美的東西 你開始懂 你學會了 你就會應用 對不對 那你懂得應用 應用莊家 可是你能不能從應用中 提出新的東西來 那你不要做一個大師 這個才是正確的概念 所以我是希望從學術的角度 我們就可以攝影棚 就有目標 可以成長 可以成長 可以進步 這樣 我們可以開始走上國際化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學問不用說了 學跟問 你要學 你就要開口去問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上面呢 我們所謂的學術與知識的創造 你要怎麼去創造 這個知識 在攝影的領域裡面 好 這個是希望你們可以看到的一個東西 那在這邊呢分享一下 我放了這個Post 其實你們如果想要看 想要看 就是要學一些所謂的 簡單來講就是學一些理論的東西 那我建議你可以上這些網去找 這一些全部都是攝影的論文 什麼叫論文 我今天可能就不跟你們談了 那論文呢就是很多的知識 你看了就是人家寫出來他的知識 他學會了寫出來他新的知識 這些就是他的知識 就叫論文 所以你看在國外有這麼多的論文 請問一下我們攝影協會 有幾篇的論文 一篇文章都沒有 提一個名字都很難 開玩笑啊 其實不能是因為我們沒有去做 其實你們的文筆都很好的 我知道有好幾個都好 只是因為不常寫不常做 因為天天要做他的生活啊 掃地啊打掃家務啊 做工賺錢的就做工賺錢 所以種種的因素是處在 只是今天沒有去做 所以我相信這個動作不凡 我知道這裡有好多都是很好的生意 你不妨可以去下載一篇 看一看他的文文 他給你新的知識 你可能受用無窮 真的你看一下 他裡面有很多 你看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矮度啊那些還有很多 這是中文的 英文的更多不用講 真的很多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至少我們的水平就提升了 提升了 看兩篇 我相信你的照片全部 風格全部可以開始 自創體 真的可以 也用一招就夠了 你看 這些都是文章 你看幾多 全部是攝影的哦 OK 這個你看 研究藝術攝影教學的關鍵性環節 什麼叫關鍵性環節 你要教書 要教 攝影分 看一下 他寫的論文 這是什麼 藝術攝影中 虚靈 影像的引用 什麼叫虚靈影像 神哦 對吧 神哦 其實不神 你們已經被拍了 萌萌萌萌萌 這副我們昨天一直站在這邊 摩生講 哇 這副真的很美 阿西亞 萌萌萌萌萌 懂了 這種是一種虚靈的東西 對不對 那你怎麼去拍 看得到什麼東西嗎 開玩笑哈 當然這個是我們那一天 就在這裡欣賞 所以我們在談的東西 所以這一篇文章就告訴你 如何去拍這樣子的東西 怎麼樣抓這樣子的角度嗎 這一個東西真的是很棒 我沒有騙你的 你看完一篇 你就學會一大絕的知識 那如果你的技術好 你可以應用 就是他講的東西 你可以試拍一下 拍出來呢 你的成績一定很好 因為我們確定 最寫論文的人 他不會拍 像我這樣 因為人沒有十千十美的啦 會拍就不一定會寫 會寫就不一定會拍 當然會拍會寫的人呢 我佩服 我佩服 所以你們應該要做會寫會拍的 OK 那稍微是這樣子的一個 第二節的最後一個部分呢 就是知識場前 我們剛才提的 那我簡單說一下 跟各位分享 我知道有各位會有很多的問題要問 不過我會快速的說一說 我自己本身不是專家 我也不是律師 你不要跟我講怎麼樣申請啊 那 有你這個這個專利要怎麼樣申請 要怎麼做 跟你講 對不起我不懂 不過呢基本上 我告訴你 這是馬來西亞的知識場前的四大項目 全世界來來去去就是這樣 只是他歸納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國家有他自己的法力 OK 這一個我列出來的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四大方向 第一個呢我們叫 Copyright OK 第二個呢我們叫 Captain Right 第三個呢我們叫 Industrial Design Right 第四個叫 Imansion Right 馬來西亞就只有這四個專利是保護你知識場前 那這四個呢都有不一樣的東西 也有重疊性的使用方法 不一樣 那今天我只是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Copyright 馬來西亞的 Copyright是很特別的 不像中國 中國呢是要有很多的程序 要去申請填表 我要寫一大堆東西 然後要繳費 排隊等 然後要審核付才有 Copyright 美國也很容易 馬來西亞也很容易 馬來西亞什麼都不用做 就只要把你要做的那個東西 你要 Copyright 你的原稿 尤其我的攝影照片 你就把這個攝影照片 放在一個信封裡面 把它封死 然後把它去尤其買一個 stamp 蓋一個張 寄回你的家 不過當你收到這一封的時候 不可以打開 這個就是你永遠的保護 永遠 當然我所謂的永遠呢 二十年 OK 它有期限 二十年之後 不像 OK 我先跟各位講 那我們就回來說了 現在有了照片 今天看燈在這邊的東西 都不能做公開 已經沒有保護力了 我今天陳友敏 要拿去做東西 可以告我 有人跟我講 我做一個watermark在上面 我寫我的名字在上面 寫來做什麼 我一樣照樣用 現在電腦科技這麼好 Photoshop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你以為寫了 你就可以告我嗎 法庭不接受 因為你沒有證據說 這一個是你的 你已經刊登出來 就是大家的了 除非你事先先做好 我保護錢 就是剛才我跟你講的Copyright 可是今天在座的各位 絕對沒有Copyright 做完了 一計畫 那同樣的 你一放上Internet 我拍了一張照片 我分享給人家 一放上去 完了 沒有Copyright 你也做不到 明白嗎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Copyright 我們所謂的保護版權 所以這個是攝影人一定要做的 如果你覺得 你的這張東西是很值錢的 你趕快就去封掉它 二十年包當 二十年之後 也不能再續 明白嗎 也不能再續 就是說二十年到了 我還要再續嗎 可以 那如果你要續的話 你要轉去Pattern Line 那這個Pattern Line呢 就要去申請了 就像我剛才講的咯 要去填表格 要請律師 幫你看過本稿 寫一大堆東西 然後交上去 講錢 他要公告三個月 公告三個月 沒有人抗議 全部通過之後 你才拿到 保護你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完了 你可以再renew 二十五年 五十年 五十年完了之後 你可以再renew 最後一次的二十五年 總共是七十五年 那這個東西 就沒有Pattern Line 大家可以用 這樣 這個是我們的馬來西亞的 知識產權的法令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希望大家都會了解 跟明反這樣子的動作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 我們講法令防護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也呼籲各位 其實申請買Stand很便宜的 你就寄一張五毛錢 把你的照片 你覺得要的 那一張就不能蓋了 OK 封下去 蓋起來 蓋了張寄回你家 你把它收起來 收在你的套文裡面 不能看到那張照片 不過你知道那張照片是什麼 這樣子呢 你可以在Internet 在展覽 你看燈出來 還是有保護的 在你的上面 你可以寫 就像要在你講的 你要寫我的媽 寫你的名字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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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